深世界 劍功八折坡路美京 三界梦境 永违美觉 此地众生 获不休息 无上圣圣 微妙华 无上圣圣 微妙华 百千万劫 今从现 百千万劫 今从现 我今请起诸妙法 我今请起诸妙法 愿是功德皆回乡 愿是功德皆回乡 南无鬼谷先师王产老祖 南无鬼谷先师王产老祖 各位文心先师同修 为什么这一节我们会功练 王产老祖的开经祭呢 他因为佛经 都粉资的内涵真实义 和我们法文圣教的精宝 完全是等号 以相互包容 相互成就 有 刚才我们正月师节的妈妈 她的灵骨 又重新回战 在原地 那么 生了女儿的 你知道妈妈的不安 你就可以依照 王产老祖 苏贞所开示的真理 妙华 你自己身上 那你可以练佛号 六株大明咒 或是金刚咒 你都可以练 你背一背就一面念一面背 或是自己好好练经 练什么经 佛说阿弥陀经 以此功德回向给身上的医护灵妈妈 能够仰仗佛利超度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佛境福 那你即是孝女与孝子啊 在将近十八年左右 我们一位女菩萨 她的两只脚一直溃烂 都发臭了一步好 而上来仙佛寺 求王产老祖 查原因在哪里 王产老祖咧 她掐嘴一算 就是她的祖灵祖先的风水 她旁边呢 人家在地上 养猪 养猪肠 前面的狄塞 萃困 凤石啊 就在前面 原来 风水好好了 地是别人的 这是田 他的祖先的风水 像这里 结果人家这里 这里是株酷 这里是株酷 这株酷 这个株酷 我从老祖开始 用意一算 祖焚风水不安 前面朱雀 适应之间 乱七八糟的 废气 所以 主流不安就求度 但是身为子女的 因为生活很苦嘛 又没有钱可以捡捡股起来 他越没有办法捡股 他就越穷啊 我跟罪约信徒说 再怎么穷 也要去借钱 请人家捡一次 零五两三千 不然我借你好了 他说 不好意思啦 没有钱 今天我就不包给你了 没有关系 你不包给我 我就不要借给你一样嘛 就不必借了 他就回去了 三位兄弟 找来 请地理师赶快把它挖起来 一挖起来 两只脚到 大股小股都 黑了像墨水 那说兄弟才哭啊 原来他们这么多年 苦苦在主流不安 还好现在有机会遇到王产老祖 不然的话 不知道要 还要苦多久呢 那说健保还没有 每天都要用自保 自己花钱借钱来求医 所以 金刚就说 如来说一切诸相 集会相 你要去查 你要去查有多少个阶段呢 一二三四 有四个阶段要去查 我要查当下的 这一生的生活 这一生的生活做人处事 有难以错了 啊再来查全生 物小道 那你就查 住家风水 再上去了 就祖先 都风水 啊 再下来就查修行 你每一样都要查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者 真相 所以 如来说一切众生 诸相也会众生啊 所以这一节 我们要讲到 如来又说 如来又说 一切 一切众生 集会众生 集会众生 众生 就集合起来的国 和报 好 像刚才我说的 这一位 菩萨 家里三个 大人 其他小孩 脚都有问题 哦 这是风水的问题 所以本教 非常重述风水 你风水是大自然的法则 风水不好 不对不如法咯 居住的绝对不平安啊 还有 还有一个案例 我在台中 经修院 经修院 的时候 一位做轮胎的 他三个孩子都哑哭 都哑巴的 男生都哑哭 那么主人家呢 很烦恼到处找医生 都没有笑 把一脸人家介绍我来求老祖 老祖 老祖开出他 用液晶 挂牌起来 珠穴 动 来香客 我说你房子 店面在台中市 水栏交流到那里 把你的电视做轮胎的 他说是 好了 你前面 堆了几个 50佳人的水桶 对不对 铁桶 是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往交流道上去 他店开在这里 前面三个 大楼桶 50佳人的桶放在那边 挡着轮胎 人家要进来 人家要进来 也进不来 怕人家听说 哇你这是 令寿鬼 所以你的孩子三个都是 爺爺高 尽数他靠 刚好三个50佳人的黑黑的桶 等你们靠 叫做露霸 叫做露霸 我都活该 那我们没有信量 所以凡是露霸的人 信量都有问题 你们在座的弟子们 若说你们做露霸 你们信量都有问题 回去赶快把它拆掉了 你会好运 回去 回去咯 但是呢 人家停下来 我没有办法做生意 我告诉你 你所做的生意 赚不到 医你孩子的病啊 水桶叫众生 水桶叫众生 为什么叫众生 第一 你怕被人停了 你到门口 人家要来 补胎子 没有办法补 第二 就是 让人家要进来 包括若是有财孙爷 要进来也进不来 第三 心胸狭窄 你就没有福 又没有德 你是停人家 那里面都可以停 你自己的 为什么不给人家停 你没有德 第四呢 你就阿爸 阿爸你把祖先的德 全部都拉掉 第十阿爸 第五 无知没有智慧 万一做五条罪 你就没有福分的 三个孩子 阿爸 周月月先生也是姓张啦 张先生说 老师啊 你在讲话怎么像 鬼谷子在 训 韩信 韩信呢 赵到底要有多少岁 你哪里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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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 所以你要减多少岁 主生二十七岁就要再见咯 刚好二十七岁 决难道咯 所以王才老祖传道 告诉各位 你不对的一二三四 让你清清楚楚 才会自己来反省和忏悔 那么这一位先生呢 他就说 对不起啊老师 你又没有对不起我 什么对不起 我跟你说真话 你说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集会众生 国 就有众生了啦 国 也是众生 国 也是众生 所以众生不是人而已啊 各种 因缘合合起来的一个国 有的开车 没有办法进来 挡道路了 人家诅咒你 你就罚不来了啦 所以违背了 这个金刚经所开示的话 在世间 无报 就没有了 所以这张先生啊 回去就练练掉了啦 接着来生意好 接着呢 过了三个多月 他的孩子 从最小的 开始会叫爸爸吃饭喔 他从来 没有孩子叫爸爸吃饭喔 奇怪怎么有 别人家的孩子 来耶稣里面 给他画爸爸吃饭 孩子会讲话 到一年多 三个孩子都会讲话 哦 这个也是众生耶 因为我们 大家想那么多的 自私自利的心态 念头 而产生的 果 叫做众生 所以 我们有人想说 哎呀我就是太行 把它放起来 我就是会安心的做生意 不要挡住我的门口 做路霸吧 你一想了 就变成路霸 也是众生 那结果你的孩子 都会够了 也罢了 也是众生 那么你还有福气 得到老鼠书真的孩子呢 把这个路霸 把他移走了 孩子就会讲话 也是众生耶 所以金刚经所说到 如来又说 一切众生 集 会众生 又是众生 所以我们来到世间 各位要注意 我们大家都有鲑鱼了 有没有 众生无边事愿度 一切障碍我们灵性 障碍我们 做生意 障碍我们身体健康 障碍我们产生烦恼的 我们事愿要把它跨过去 要跳过去 否则的话 我们会被世间的风与水 还有这些把我们困住了 所以众生 无边呢 世愿 我们绝对要把它跨越过去 啊无众生别 众生别呢 就是有明阳两界 的众生别 我们贪春思 有两种的贪春思 贪春思呢 当一个人 你贪不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就 每天你会在那边想 在那万坛 我跟那边就犯了 变死 几年前有一位 北部的 夫妻呢 他中到 一亿多的 彩券 他就怕人家跟他借钱 再赶快搬搬到嘉义一个乡下 买栋房子在那边都不敢出去 每天都在那里享受啊 又怕啦 没有多久就发生肝病了 肝会来咯 屋子来了啦 就死跳翘咯 一乘病 一亿多买得到吗 买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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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啦 被一亿多买掉了啦 噢 所以 那就贪身吃嘛 呃台中 附近有一位 也是 中 肉透 他的号码 当时有六亿多 就隔壁那一号 众者众 他没有 结果嘻笑 拿着那一张 差一号 嘻笑了 这个就是众生 无知的众生 所以人在世界上 很多的考验 某某考考考考某某 大家要注意 你们要买股票 可以买 以投资的你们要用意普卦 我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会不会赚钱 柴雅旺就是会赚钱 但是你要再补一只卦 现在买 会不会赚钱 柴雅旺 你就不要买 因为当下是 就是股票影子最高 你就不要再买了 股票比较弱 财弱 你就可以买 一定要补两个卦 所以这个我们学到 你一定要学好 你不学好 烦恼自己到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怎么断烦恼 大家来修行 一定要多读金刚经 和义经 相会硬 那你 人生一定会走得很平坦 很平安 我们有一天 要回家的路上 你就不会被大石头把你挡住了 自己拿石头来挡住自己的前程 这是没有修行的 人 所以我们要 没有烦恼 一定要修到 一定要学到 你烦恼就不会到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